真的是你 是你通知报社 要他们来拍这些照片的是吗 没错 就是我 我怎么会有你家的女儿 你干什么 你自己做错了事情 为什么要打孩子 我 算了吗 爸都愿意为了那个女人 为他女儿建一个部门 我这个女儿在他心目中 早就失去地位了 夏永善 你说什么 明明是你先对不起妈的 我知道了 我正看着呢 好 就这样 爸 是有什么重大新闻吗 没事 没事 我看一下 没事了 我看一下啊 怎么回事啊 真的呢吧 月婧 我真的跟杨柳见过面了 但我们都是为了孩子的事 我跟他真的没什么 孩子的事 除非杨柳柳是你的亲生女儿 否则你们俩有什么孩子的事可聊的 月婧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我们夫妻都这么多年感情了 正因为我们夫妻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怎么可以这么伤害我 我 你忘了 你口口声声告诉我 你们已经过去了 你说 你们只是老朋友 我跟杨柳真 真的没有啊 照片都登出来了 你还在否认 玉婧 你冷静一点 你听我好好解释好不好 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人偷拍这些照片 但是我跟杨柳 确确实实实是没有啊 要想人不知 除非几磨尾 姐 不要火上浇油 真的是你 是你通知报社 要他们来拍这些照片的是吗 没错 就是我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女儿 你干什么 你自己做错了事情 为什么要打孩子 我 算了吗 爸都愿意为了那个女人 为他女儿建一个部门 我这个女儿在他心目中 早就失去地位了 夏永善 你说什么 明明是你先对不起骂的 你敢说 你没有去跟杨柳见面 你敢说 你没有带杨柳去看本公室 你敢说 你没有买一条手链送给杨柳柳 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公司里面工作的 你让其他的同事怎么看啊 余静 余静 我会这么做 因为我都有自己的道理啊 道理 什么道理 是想找今后跟那个女人 继续来往吧 爸 就算你对这个女人 再难以忘怀 你已经有我们了 已经有这个家了 已经有这个家了 请你不要一错再错 夏永善 爸 姐 你们不要再吵 不要再争执了 现在不论你们说什么 最受伤害的还是妈妈 妈 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你和珍珍的妈妈是 我说了没有啊 难道你也跟友善一样 不相信爸爸吗 爸 我没有要不相信你 是你这件事情做得太明显 太粗糟了 让我真的没有办法再自欺欺人 我知道的 你现在一定很弃我 甚至非常恨我 但是我一定不会后悔自己这样做 只要我能让你和那对母女断绝来往 只要能保住这个家 保住幸福地产 让我们整个家回到过去快快乐乐的日子 我觉得这个难关我们是可以度过的 你根本不是为了这个家 你是为了要掌控这个家 我 姐 就算爸他真的一时糊涂 就算他真的有错 你可以去找他商量 可以来找我呀 我们一起想办法把爸爸挽回来 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扯到媒体上去 为什么要把公司业扯进来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些个记者 喂 对不起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告诉你 对不起啊 喂 什么 你们在我们家外面 很抱歉 现在真的不需要叫你们 真的没有必要这么做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会召开记者会 谢谢 你看你 现在你把这个事情搞得这么大 就算妈妈心里愿意原谅爸爸了 可是他面子上还是过不去啊 姐你这个事情真的做错了 真的错了 还没有 太孟老 都说什么 对不起 雪 pluck 我 我 Haush 我知道 你现在很伤心 因为你觉得我背叛了你 但事实上我真的没有 这是一条跟我们女儿一模一样的手链 我们领养友善的时候 我曾经说过 这辈子 我一定会把友善 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照顾 当时我们就给她打了这样的手链 后来天美出生之后 我们也同样为她做了一条 你还记得吗 你现在拿的这条链子 我本打算把它送给珍珍的 可她不肯接受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月婧 你听我说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我知道的时候比你还震惊 因为我不晓得 杨柳离开我的时候 已经有了身孕 我也不知道 她为了给孩子一个名分 就嫁给了一个不久于人世的男人 她的这一生已经让我给毁了 你明白吗 我不明白 我也不想明白 玉京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 我知道你不能够接受 但这些事实都是在我认识你之前就已经发生的 从我娶了你之后 我从来就没有背叛过你 因为我知道 我应该珍惜你 疼惜你 更生于一切啊 那你为什么又和别人有了孩子吗 我们是父亲 我有两个女儿 你也应该只有这两个女儿 难道你要跟杨柳永远纠缠不亲 你们永远有个杨珍珍吗 我不敢奢望和杨珍珍相认 但是我毕竟是珍珍的父亲 我不能不管他 我更不能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却视而不见 我求你了 我这个父亲 已经是很不负责任 已经是很失败了 请你看在 我们夫妻这么多年的份上 让我为珍珍尽一点心吧 你这是干什么 你一直在为难我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自己 有名势力十大体 可是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会心痛我会难过你懂吗 我会心碎 你知道你多么残忍吗 你居然让我去成全 你跟另一个女人的孩子 你这么做 你还不如往我心上炸透呢 对不起 我真的也是刚刚才知道有这么个孩子 我 那你就应该一直到就告诉我 你应该让我去处理这件事情 我又不是什么恶毒的女人 我会去找杨柳潭 我会给他们母你俩一笔钱 让他们好好地生活 可是现在 现在都上报纸了 你让我怎么办 你让我怎么办吗 你也不要再说了 我不会原谅你的 我现在气的不是你有个女儿 我气的是 你有什么事情都不告诉我 你欺骗我 隐瞒我 你干嘛就不尊重我 昨天人家严格还说了 两个人在一起 应该坦诚面对 你做到了吗 爸妈 你们谈得怎么样了 姐 其实解决这个事情很简单 就交给记者招待会来否定一切 然后你们两个牵手出现 免去杨珍珍的职务 让幸福地场回到原来的地方 这一切很快就会风平浪静的 友善 你这样习惯操纵媒体 难保有一天媒体也一样会操弄你的 你到底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外面全部都是记者 请你快点决定接下来的事情 我去跟他们说 不然他们是不会走的 还有 我要杨珍珍离职 如果爸连这点诚意都做不到的话 那妈也没有必要原谅你 姐 你怎么变成这样子啊 是不是原谅爸那是妈的选择 我怎么了 我现在牺牲我自己来拯救这个家 我为了这件事情 还被爸爸打了一记耳光 爸爸从来都没有打过我 却因为杨珍珍母女打我 我还不够委屈吗 今天我还可以冷静地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爱这个家 爸 几点开记者会 请你不要再拖了 我不会开记者会的 爸 我做我的 我问心无愧 我不会 我不会随着媒体起舞的 尤善 你不可以这样操纵媒体 我也不会让你做一个为了达到目的 就挖坑陷害自己父亲 威胁自己父亲的女儿 爸 爸 妈 这要下去事情会很麻烦的 幸福地产的销售会受到影响 公司的形象也会受到影响的 妈 我现在真的不能跟你讲了 现在家里真的乱成一团了 总之今天我一定要请假 好就先这样 抱歉啊 拜拜 太太 太太 先生你们还不快拦着太太 妈 有什么不开心 有什么事情 就说出来啊 大家解决掉就没事了呀 玉京 你们都不要拦我了 这个家 我已经不能呼吸了 太太 玉京 是我的错 是我伤了你的心 如果必须要有一个人离开这里 那应该是我走啊 爸 爸 幸福城堡的销售严重受到影响 原本要推出第二期的 现在看联也要推迟了 我跟友善刚从销售现场过来 很多客户听到这个消息 开始要求退订金 这个结果是你要的吧 等一下我就离开这个家 但是我想知道 当你把这件事情 通给媒体知道的时候 你是否想过 这个家 将永远永远不再完整了 不需要这样的吧 只要你不再和杨柳母女见面 只要你同意召开记者发布会 这一切都可以平息的 好 你就受一点委屈 陪爸一起开记者会吧 要不然我们这个家会垮的 幸福地产也会垮的 你们倒是说话呀 你们 上开上开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这是 起来 玉京 不管你信还是不信 我是来向你解释的 我跟郑苏 是清白的 请你不要误会 我们不是不认识 你在我鸡肉饭店 学做鸡肉饭的时候 我们也聊过 我的为人 你应该很清楚 就是因为这样 背叛才更难过 没错 郑苏的确对我和珍珍 非常关照 也许就是因为她的善良 因为她对我这个老朋友 一直都那么照顾 才会招来那么多人的误会 关于这一点 我在此 郑重地向你道歉 如果因为这样 造成你误会郑苏 造成你们夫妻间不合的话 我更是罪过 请你原谅我好吗 也请你不要再误会郑苏了 如果这样的话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我知道 其实这么多年 你一直很辛苦 谢谢你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但是我 都是女人 我怎么会不了解你的辛苦 我也是妈妈 我知道作为母亲 带孩子是多么的不容易 我累了 还有人说话 辛苦了 还有人帮 可是你们 什么都没有 我知道 我能体会 我说夏正松 你上辈子烧什么高香了 遇到了两个这么好的女人 你太幸运了 好了 既然都是误会 那我们召开记者招待会 把事情说清楚 妈 你真的原谅这个女人吗 我们可以开记者会 帮爸澄清一切 但至于这个女人 爸必须跟她断绝来往 姐 够了呀 你还嫌事情不够乱吗 如果再这样下去 公司的利益会更加糟糕 恐怕以后想弥补 都弥补不了了 是啊 我看 就召开记者会吧 让事情告一段落 董事长 记者会 就在公司办吧 雷金 就在公司吧 我会出息的 那好 那我先走了 爸 那至少也要让杨珍珍离开公司吧 这么多同事都在看着 你让人家怎么相信你没有庇护 没有内幕呢 这点你放心吧 我要成立室内设计部门 是因为我要推出精装修的房子 我现在正式宣布 幸福城堡第二期所有的房子 我都要以精装修的形态出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